上集莊校长和我们分享了他在赛继右的教学经历 和加强学生语言和兴趣发展的方法 今集莊校长会更加深入和我们分享 如何培养学生的价值观和品德 以及如何利用不同的独特教学方法 提升学生的自发性和学习的兴趣 令他们升上高中时备战公开考试 最后当然不少各位家长最关心的小一面试提示 莊校长会拆解整个修身过程和准则 立刻听听莊校长的分享 莊校长,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 我最喜欢的运动当然是篮球 莊校长,请问你最难忘的一次学校活动是什么? 在这间学校要搬出去重建的时候 我们就做了一个建校酬款加莲华 在很晚的时候就在操场里面做了一个盆菜宴 我们所有的主任父后都穿着晚装做了一个Catwalk 这个是我最难忘的活动 我踏入这间学校的时候 再见到那些小孩 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支柱就是 他们好像很开放 又会上来跟他们聊天 但又很有礼貌 又很有传统中国文化的礼仪 这种文化是怎么去维持的呢? 你刚才上来都应该知道 我们在九龙的半山位置 周围隔离都没有任何商店 所以我们十二年的学生在这里读书 都没有出去吃饭 其实跟其他同学聊聊天 跟老师聊聊天 看看书 慢慢的学生关系很良好 我们经常说一句 品德重于知识 就是要出去明白这个社会是怎样的 我们有些生活教育堂 初初的时候教他们摘皮 打扫加木 各样都要试一下 还有要带他们出去看公司服务 做很多这些 其实回来都跟他们很多反思 就是你会有什么感受 你将来想做些什么 很多学生从小就会觉得 对我们要对人要做得好 学校也都很着重他们的品行成长 做得不好的地方当然会教 他们不是要有心做得不好的时候 是那个时刻的 那个选择可能做得不好 做错了一个决定 都是跟他们谈 你当时这样做 你现在看到的后果 其实是不好的 下一次你再去这个情况 你会怎样选择 你们一路小时都是 推荐这个Happy Learning 那些学生都很喜欢学习 也都是很喜欢玩 一路玩一路学习 但他最大过的那些 Year 12的时候 IB有下的很好的成绩 其实这是如何去平衡 这件事 你在一个小学阶段 如何做好这个语言发展 我相信学习任何东西 我想最基本 关于根构底 都是一个语文 就是语文的读文 那个重要性 低年级 我们其实是用图书教学的 在图书里面 其实我们都会有不同的 focus point 有时候就会说 这本图书我们要专门 教一些work 或者教一些lang 学生在图书里面 因为他很喜欢 学生在图书里面 你未教到他整本看完 看完又再看 看完又再看 对很多东西 其实他都很熟悉 那老师再在里面 加强了他一些 我要说深度一点的思维 如果这个事情不是这样 会怎样发生 你会发觉 他们有很多想像力 去分析 去思考 然后他会把它写出来 我觉得从小用这些 引起他的兴趣 我们的教法也有不同 不是图书教 我们要拆件 就是把它拆开了 我们教木字部的字 我们全部都用木字部 其实有系统学 他们很喜欢 有时候我们说 今天我们做挑战站 然后大家拿出来 写什么字好呢 写木字 他们就写了 有些是老师学 有些是他自己交进去 有时候学生说 你有多少分 我说150分 那么这么厉害 有些人可能130分 你又不需要 不要给一个限制 做得好 你便鼓励一下他 然后大家就说 哎呀我这次 隔壁的同学写到10个 我写到8个 我回家要多学三个 所以这个我想 我们教学语言 教语文最重要就是这些 要令他有自发性学习的方法 但一定会有一个交流点 不知他有什么年龄的时候 都真的要跟着书书考试 真的要操卷 其实那时候你们是如何向学生 IB其实是 IB六科 所以有些学生有时会觉得 好像很难 但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已经有一个IGCSE 六七八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科目是很多的 六七八年班是18个科目 有些科目其实是转换的 可能一年里面它上三个月 然后它会再转换 但18科目 你想想那你测验考试 它就很害怕 那不要紧 我们测验考试说 你不用怕 因为你可以写一张书书 然后你到时带进去考 因为其实你是要考它的分析和应变 就是看那条题目你怎样理解 怎样去将你自己的意见 写出来 其实死记难辈的事真的不需要 因为上Google什么都有 其实它不需要知道所有这些知识 但它就真的需要懂得分析 但我们不是这样说 我觉得就算你要举例子 你在哪里看到一些信息 是在支持你的观点 所以其实它可以拿很多的资源进去 还有我们会发现一件事 在写的那张纸上 它是用了很多心机的 你看那张纸你就知道 它已经是关了老师的重点 将你那个脱要 和他觉得要留意的地方 才写出来 因为是一板 你想想这个过程 其实就是更加重要 不是考试的过程重要 是这个准备的过程重要 因为将来其实就是要这些技能 他们读完18科 知道自己哪些科好哪些科不好 上到IGZC的时候 它就有得选择了 早点去试不同的东西 去想一下 去试18科不同的东西 对了 接着上到九年班、十年班 IGZC 它就有六个选择科 再加Core Core因为本身一定包了中英数 而且我们有个 global perspective 就是世界视野 其实很重要 因为它是探讨一些世界的议题 然后它就要分析 要写论文 有这么多家长、小朋友 想来这里读书 你们一年是几千份应用程序 如果连上插班生 差不多四千份 对了 那也是第一年 小一收生是百多个位置 对了 那你们怎么去筛选学生 我见你们有没有做组织 那你组织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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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那些家长一定要很出力 去帮他们上很多Core 拿很多Core 那其实真的不用这样的 因为它未到程度 你硬要它上 其实它会丧失了学习的兴趣 我反而喜欢家长 你有时间带它出去街上 带它出去走走 探索一下这个世界 什么都 为什么这些东西现在是这样的 为什么红绿灯是这样的 那你会不会留意一下 这些细织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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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多有趣 原来有这样的科技可以做到 那还有意思 说回报名的 你真的深信 每个小朋友都有他的 他的聪明才华的地方 因为如果你纯粹靠Potfolio 纯粹靠学校成绩 其实真的不公道 我们都给每一个小朋友 每一个进来申请的小朋友 我们都会找老师见 也都是一帮人的 当进去上课 一起玩 玩一下游戏唱歌 其实重点就是 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老师 讲一些我们的instruction 看看他能否听得懂 就会看他的团队 合作 engagement 就是你和那些人 一起在桌上相处的时候 你是不是都会知道 有一些基本的礼仪 接着就会有中英文的老师 都分别跟他们做一些对话 互动 其实都是一些普通的讲 讲话 一些生字 或者叫他读下 就看一看基本的语文水平 第二轮就会见家长 家长的话 最重要是 因为大家会有不同的教学理念 如果合作愉快 其实学生物就一定会成功 庄校长今天很多谢你 接受我们的访问 知道庄校长平时不是做这么多访问 所以今天真的很荣幸有这个机会 尤其是我们逛了赛街 有这么多次 见到这么多的学生 真的见到他们的能放能收 那个感觉和文化很好 所以今天很感谢庄校长你的时间 我们希望各位家长 努力学校的时候 就想想这间学校的理念 和文化合不合你 保良港赛街的学校 给了我三个最大的启发和亮点 就是第一 这间学校你踏入这个桌子的时候 就会觉得 原来校长、老师和同学 都很打成一片的 整个氛围都非常快乐的学习环境 第二个亮点 我就很喜欢他们的 图书教学的理念 这间学校在一至八年级的时候 采用了图书教学这个模式 在书本里面教学生语言 和生活的体验 加强了学生对学习的兴趣 打好基础 以后对学习会更加自主和投入 第三个也得这个学校的亮点 就是一至五年班 原来每一级每一个课堂里面的学生 都是由两位班主任主教所有的课程 所以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是很接近的 他们也会很认识学生 也会知道学生在哪一方面 需要多些辅导和帮助 跟着教学生语言 又知道科学生语言 剂合苹生 graduates 久不见